高雄市发生这么一起铁轨惊魂案件 一名驾驶开车行经铁路平交道 结果还没有通过铁轨 这栅栏突然间放了下来 生死一瞬间的情形都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我们也可把时间交给记者杨立芬 告诉大家目前的最新发展 立芬请说 好的这个状况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吓人 这一名女子呢 她是开车要通过平交道 没想到才经过一半而已 整个这个栅栏就放下来 女子赶快下车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呢 整列火车以时速130公里的 这么高的速度呢 就已经冲过来了 那么你看到 火车过去之后呢 这一辆轿车的车头已经都全毁了 整个呢都破烂不堪了 女子呢站在旁边 已经整个吓坏了 那么当时呢 她是这辆车子经过平交道中间的时候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突然呢 她还没有经过 然后呢 这个栅栏就整个放下来的 她的卡在平交道的中间 进退不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呢 这个在惊魂 这个惊险一瞬间的时候呢 她赶紧跳开 想要折断这个火 这个栅栏 结果呢 你看非常的清楚哦 这个火车呢 已经非常快速的冲过来了 女子呢 在摘这个栅栏的时候呢 这个拿着手中哦 还扶着这个铁栏 这个株栏杆哦 然后整个人呢 是呆在平交道上面 吓坏了哦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铁路局说 如果真的真的 万一不幸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人应该赶快跑 跑离这个铁轨哦 不要要站在铁轨上面哦 还好呢 这个女子是车子坏掉了 人呢 是完全的平安 那么这是我们来自高雄市的最新画面 把镜头交给彭队主播 好的 我们谢谢立芬的联系 报道的确 透过画面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差一点呢 这个车子呢 就这样子被撞上去了 还好呢 人是没有大爱 我们稍后也会随时提供给您更多的资讯 我们来自高雄市的最新画面